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现在我希望大家能够为耶稣准备好一个地方 就是一个房间在你们的心中 让耶稣能够躲的地方 在你的心中 那非常感谢每一个来到这里做礼拜的人 也非常感谢每个幕后工作人员 尤其是我们的好像师班啦 我们的这个皇陆主啦等等 你们为了主所做的每一件事 而出的每一份力 天赋都一定会大大的折磨 那今天我要问你们 在你的信心生活中 你曾经有感到失望过吗 你是因为天赋没有答复你的方式 而觉得说很失望吗 还是你觉得说 我的信心一点都不好 还是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所以觉得不开心 还是可能天赋所给你的 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大期望 那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应该对于弥赛亚有很大的期望 那有时候呢 你为什么会觉得失望 这是因为我们的期望其实是不正确的 所以当没有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失望了 在过去的几周中 我们学习到当一个国人 当一个仆人 他为什么会对主人觉得失望 是因为他对于主人的期望是不正确的 那其中有一个仆人 是把每一个影子摆在地里 他以为他这样做是安全的 而后来主人却说把他赶出去 那今天是中树星期一句 那中树星期一句 这个词为什么会出现呢 它的起源是因为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时的人他们都归这个中树的叶子 然后并且把他固在地上 而我们说这是耶稣 凯旬进入耶路撒冷 可是呢 其实这是耶稣 送难中的开度 那当然如果我们要正确的说 耶稣的送难是从他一出世就开始 可是这是引他到十字架的那一个搜难中 从亚当堕落开始 我们的天父已经等了四千年 好让耶稣来在十字架上受护 来救赎人类 如果你记得在创世纪里 天父已经答应要派女人的后裔 来毁灭蛇的后裔 那为什么耶稣会以这种方式进入耶路撒冷 为什么 为什么他要骑这头驴子进入耶路撒冷 而且当时还有许多人在欢呼 又铺这个棕树的叶子 之前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许多次 可是他没有这么做 可是在这里呢 他们都呼 当时的人他们都喊对吗 说 因为奉主临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 在天上有和平 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然后他们喊 和撒纳 和撒纳 和撒纳的意思就是诸救我们 他们说 他们说和撒纳 38节 就是奉主明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 那在这里表示他们是称耶稣为奉主明来的王 他是一个王 就如神答应大为 神答应大为说他的儿子会永远坐在这个王的宝座上 这对我们说当时的人的期望是看到一个王 海旋归 海旋归 耶稣海旋进入耶路撒冷 以前呢 让一个王出去打仗 然后打赢了仗回来 就会这样子进入他的城市 可是耶稣 耶稣却不是这样 一头小驴居 小驴居就是小小只的 他不是还没成年的驴 你可以看耶稣像他这样做 可能他的脚可以触摸到这个旁边 小小只的 所以如果你看的话 耶稣他这样子进入耶路撒冷 并不是一个很冷 并不是人所期望的王会进入耶路撒冷的样子 可是当时的人他们都在海 和撒冷救我们 你是王 你是王 然后这些相同的人 他们都在喊杀了他 把他盯于十字架 所以这些犹太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样的弥赛亚呢 到耶稣的时代 犹大已经经历了许多许多变重 而在这个时候 他们是在罗马的管辖下 而且呢 他们就连自己的宗教领袖也非常的腐败 他们当时的王本身都不是犹太人 他是伊都面人 他是伊都面人 那如果你有读救赎史系列的书 披士的书 你可以看得到 有看到这个伊都面人 他们其实是伊都人的护士 这些伊都人呢 之前是在犹太人的管辖下 可是现在你可以看到 怎么讲呢 因为之前他们是被以色列人掌控的 可是现在变成 这些伊都人变成犹太人的主人 所以他们有 我们可以知道说 犹太人是受了许多的苦难 而他们正在等 神派一个真正的王 他们的弥赛亚来 他们在等待 所以他们有很大的期待说 这个王来的时候会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这个王是主所答应的王 是大卫之志 在《撒加利亚书》第9章第9节里面说 Rejoice greatly, O daughter of Zion Showed in triumph, O daughter of Jerusalem Behold, your king is coming to you He is just and endowed with salvation Humble and mountain of a donkey 在内里欢呼的人 他们知道这一节经文 就是《撒加利亚书》第9章第9节 西安的名 应当大大喜乐 耶路撒冷的名 应当欢呼 看着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他是公义的 并且施行拯救 千千何何的骑着驴 就是骑着驴的举止 所以当时也是应该有人会知道旧约里面所写的这个预言 而且他们就在等耶稣 有一个 tweak 那些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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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可以完全明白耶稣所做的一切吗 他们不可以 只有一段階段 以色列人的历史。 尤大的历史。 从巴比伦,他们贝鲁巴比伦。 从他们贝鲁巴比伦,从巴比伦掌控他们,到耶稣的时代他们并没有好过。 为什么呢?因为在巴比伦时候,在主前539年, 波西掌控世界。 然后在主前321年,希腊的亚利桑大帝王掌控世界。 所以他们一直都在外邦人的掌控下。 所以刚才巴比伦是在主前586年, 波西是在主前539年, 然后希腊是在主前331年,对吗? 过了之后,在主前320年,是托罗米。 所以这些人,在主前1998年, 希腊西,他们都控制了犹大和耶路撒冷。 而在那个时候, 希腊西之中有一个王, 他的名字是Antiochus, 他称自己为Ephiphanes。 而这个希腊名字的意思是, 他是神的代表。 他把许多的偶像放在神的殿中, 还有他逼犹太人, 逼犹太人 他逼犹太人 带这个猪, 杀了这个猪, 然后带进神的殿。 而如果你看旧约呢, 猪, 位于犹太人来说, 是不洁净的一只动物。 当然犹太人, 如果他们可以选择, 他们宁愿死也不这么做, 他们被逼这么做。 然后在主前16-17年, 他们就有了一个革命, 麦克编革命。 他变成惊弱, 他去死了他, 把他杀死了。 现在, 这会开始有大麻烦。 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称麦克编革命的人。 他从城市出去, 就聚集了很多人。 他们就有一个革命。 他娶了之后, 他的第三个儿子, 他的儿子, 麦克编革命, 就继续这么做, 把这些他们聚的人, 安排成一个兵队。 当然, 比起当时控制有大的 Selucid兵队, 他们麦克编革命的兵队是很小的, 可是通过神的帮助, 他们能够成功的革命, 然后宣布自己的国家。 虽然现在, 他们独立了。 所以终于他们独立,对吗? 在这个革命, 就是主持, 第六七年的革命。 可是呢? 当然, 他们应该是先, 捷径神的殿。 他们捷径神的殿, 他们捷径神的殿。 他们就庆祝了哈鲁卡。 哈鲁卡是大约在这个, 现在他们还在庆祝这个哈鲁卡, 也就是接近圣诞节。 因为他们捷径了神的殿。 他们就庆祝了这个截止。 那如果你经历的这么多, 当然你一定会想要尽力, 守住神的殿,对吗? 可是呢? 犹太人却没有这么做。 他们的领袖和他们的祭师, 他们都腐败。 他们跟随圣路西人, 来崇拜希腊人的偶像。 而他们就变得越来越弱。 直到在主前六十三年, 罗马人来就攻击了他们。 而耶稣就是在罗马的这个管辖下出世。 耶稣是在祖勤币圣民出世。 那在这个时候, 犹太人, 你可以想象他们, 你可以想象他们在期待些什么吗? 他们在想些什么吗? 他们应该是在想, 能够有另一个Macabee可以出现, 来帮助他们脱离罗马的管辖。 如果你喜欢这个历史, 而且你想要知道更多。 你可以读就是系列的第五本书。 所以, 你可以读这个引经书。 引经书里面有一本是谈到Macabee。 所以, 现在他们在等, 等弥赛亚来, 对吗? 他们以为弥赛亚来, 就会像是之前Macabee革命一样。 所以, 这个王来是, 就好像是一个Macabee, 可是他有特异功能, 而且能够神奇地使他们打赢这个罗马人, 还有夺回自己的国家。 所以, 他们的期望, 他们的大期望, 和耶稣来到世上所做的实在工作, 因为不符合, 所以他们就很死的王。 所以, 开始的时候, 当时的犹太人, 是被Selucid人, 尤其是他们的王Antiocustis, 被他们逼迫。 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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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是由于当时的灾亡, 和灾亡的祝福人。 所以, 当时那个Macabee的革命是这样子的, 犹太人是被这些Selucid人控制, 所以他们就开始革命, 就去抵挡和杀这些亵渎神的人, 他们等的是犹太人的王来带领他们这么做 所以在这次的革命中他们赢了对吗 他们就得了 他们就知道国家就给独立 而且他们独立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洁净圣殿 还有他们在旷野中就聚集了许多的人 他们要保护自己的这个独立 约翰西门犹大也已写的约翰丹 就是麦克比的后裔 这是麦克逼的后裔 而带领麦克逼革命的 他们就杀了那些被盼由大宗教的人 那些去跟随Selucid 就是希腊人的 他们去杀这些 所以在那个时候 神来帮助他们得胜利 为什么呢 因为以人的思想 这么小的一个军队 这么小的一个军队 是不可能可以赢希腊 他们这个千万的军 所以神给了他们胜利 给他们独立 他们就能够洁净这个圣坛 当时他们就用这个 淡染油来点灯 如果他们说 天父如果你可以让这个灯 继续燃烧八天 那我们就知道这是你给我们的胜利 这个是一个传说 而真的他们这一盏灯 圣坛里面这一盏灯就没有 西米 没有西米 而他们得胜利 他们可以宣告独立 所以你看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都知道这个 之前所发生这个 麦克比革命 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个传说 所以当他们说 耶稣是弥赛亚 耶稣要来的时候 他们对他有怎样的期望呢 他们有很大的期望 因为现在他们的国是受到罗马人的关系 他们的王是西律王对吗 所以西律王对他们来说 就好像是Selucid人的王Antiochus一样 所以他们以为耶稣会来带给革命 那当时麦克比恩的时候 他们都是到了旷野 然后在那边聚集很多人 然后成为一个小小的军队进来打 而在这个时候 耶稣的时代 施洗约翰也到旷野去聚人 聚集很多人 而且他也抵挡了这个西律 而后来他被西律王抓起来 锁在这个监牢里 对吗 所以当犹太人看这种迹象 他们就以为 是我们会再次革命 使起约翰最终被西律王给杀了 然后耶稣基督出现在旷野 然后开始他的传教工作 然后他到神的殿去 然后他去洁净神的殿 基拉玛卡耶稣开始他的传教工作 传道工作是他去洁净神的殿 去挡走那些在里面做买卖的人 推翻了那个换银钱的人的桌子等等 然后耶稣他的门徒的名字是约 有约翰有西门有犹大等等 所以犹太人他们在看这些迹象说 真的是很像之前所发生的 麦克比革命一样 然后今天在诸数经济体制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耶稣坐了这条驴进入耶路撒冷 当时他们在想之前 麦克比革命的时候 麦克比的军队也很小 可是他们一开始那个革命 神就帮助他们 神就使他们得胜利 所以你看耶稣现在骑这头驴 还有带了十个门徒 也是好像很小 可是他们说耶稣应该会使奇迹发生 可能会有成见生活的天使 从天国会降低下来等等 他们说天父神会出现 神会出现 然后神会使他们能够毁灭罗马 那那些欢迎 欢迎耶稣来的是 那些在呐喊 和撒那 对吗 所以他们在等耶稣来救他们 可是那些 不舒服那些不高兴耶稣出现 那些不喜欢这些人 在喊和撒那的人是谁 是那些在罗马的管辖下 有非常好的生活的人 他们过着舒适的生活 所以他们其实是不要耶稣来 尤其是那些宗教领袖 就是法利赛人 撒都该人 当时他们过着很舒适的生活 所以其实他们 耶稣来不来 他们 尼赛亚有没有出现 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没关系 他们有钱 有势力 有金钱 有名誉 他们什么都有 那你要知道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 还有大祭司等等 他们根本就不配做大祭司 他们很多是运用金钱来买这个职位的 那如果耶稣真的来 真的毁灭了罗马的 对 真的是可以这么做 耶稣可以赢的话呢 那 犹大 和耶路撒冷就会 回到神的管家下 而这些假的宗教领袖 这些假的大祭司 祭司们会怎么样 会发生什么事呢 他们会被赶出去 所以呢 他们其实是不希望 尼赛亚的出现 所以今天你和我 我们是否是 非常舒适地居住在撒旦的管家下 那我们对于耶稣又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我们希望祂的出现会带来什么呢 而如果耶稣没有照着我们的希望这么做 我们会不会像犹太人一样说 把祂给杀了 把祂钉在十字架 所以现在我们要考虑 自己到底对神有怎么样的期望 还有呢 我们对教会有什么样的期望 我们有没有自己的想法说 哦耶稣应该 基督应该是这样子这样子的 教会应该是这样子这样子 我们有没有这种的想法呢 我们有没有其实是就是抱着对耶稣错误的期望呢 所以记得当时那些生活最舒适的人 因为弥撒也没出现 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的高兴 这么不高兴耶稣的到来 那在Mekabee的革命中呢 神给了他们胜利 所以当耶稣骑着这一头驴 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们期望能够看到神出现 然后给他们超自然的方式来毁灭罗马士兵 这些都是非常错误的期望 那耶稣来进到了耶路撒冷 他做些什么呢 你可以看 首先如果你看耶稣 其实耶稣对于罗马人并没有很大的敌意 所以这好像不符合他们的期望 耶稣对于罗马人没有很大的敌意 他其实对于罗马人没有感很多的兴趣 当犹太人问 我们要纳税给谁 然后耶稣说 你看这个铜板上是谁的样子 当时的凯撒 铜板上是谁的样子 就纳税给他吧 就是耶稣这样子说 所以他没有符合犹太人的期望 所以耶稣甚至没有符合 施洗约翰起望 施洗约翰本来是应该为耶稣开路 这是因为他去批评西里王 所以现在他被丢进了监牢里面 所以施洗约翰就觉得很失望 为什么耶稣没来救他 为什么耶稣也没来探望他 他就派门徒去问耶稣说 你 are you the right one 施洗约翰就派人来问他说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然后呢 之后耶稣被撒旦带到旷野去 四十天 受试探 如果耶稣当时把石头变成饼 还是耶稣就是从 这个最高的圣堂底跳下来 如果他做这些神迹 就有许多人一定会跟随他 是耶稣却没这么做 可能耶稣洁进圣堂 赶走在里面做买卖的这些犹太人 因为耶稣的门徒不是兵 他们以为耶稣会赶走 赶走那些对于他们来说 罪人的是那些税吏等等 可是耶稣没这么做 反而耶稣与这些罪人 税吏 妓女 他们在一起 而且耶稣又吃又喝酒 希特勒还有斯塔林 你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吗 他们 第一 他们要 他们要掌权的时候 他们说 我们首先必须把这些没有用的人全部给杀了 所以那些狗阿富 那些有任何瑕疵的人 那些低至上的人 他们全部给他们杀了 这是希特勒和斯塔林 可是耶稣却没这么做 耶稣反而是去那些罪人 那些税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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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没有计划 要推翻罗马人 反而耶稣说到他自己会受苦被杀 耶稣一直去那些病人 穷人 寡妇 孤儿 身边 所以对犹太人来说 为什么这个 所谓的耶稣 弥赛亚 做这些事 耶稣 身边的这些穷人 病人 寡妇 孤儿 如果他们要打仗 真的是没有用 耶稣应该与有钱有势的人 做朋友 我们知道说 有一个年轻的财主来找耶稣 耶稣应该是要叫这些人支持他 因为如果要打仗 他们需要有钱 需要有钱来做这些事 你必须要与当时那些有钱有势的人 做朋友 才可以买到这些 他们所需要的武器等等 可是耶稣没有做这些事 耶稣你应该准备要打仗 来救我们离开罗马人 可是耶稣却没有这么做 在犹太人的眼里 耶稣身边的人是错的 耶稣所做的这些事 也是错的 我们可以说 耶稣的颂难周 耶稣的颂难周 不是他们的期望 是他们的大期望 完全被毁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 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 应该他现在会使奇迹发生吧 他们真的是期待 期待耶稣做一些神迹出来 他们说 应该他现在会推翻西律 应该他现在会赶出罗马人 虽然他现在是骑着一只小鱼 但是他们在等 他们在等 耶稣却没有这么做 在颂难周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十天 然后他被捕 被打 耶稣被捕 被打 当时的门徒都非常的刺激 他们说 哎呀 我们更错人了 所以他们都逃命 而到最后 耶稣被钉十字架 而犹太人仍然处于罗马人的管辖像 耶稣是什么样的王 耶稣是和平王或和平之君 他们等的是什么样的王 一个能够带领他们革命打仗的王 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期望完全不同 耶稣要给他们平安 他们等待的呢 只是在政治上 实在的 他们要拿回自己的独立 耶稣是要来救那些人脱离撒旦的力量 以及脱离罪 耶稣要来指我们脱离罪 所以耶稣他来的这个目的 是不一样的 那耶稣他审判的是那些假的宗教领袖 耶稣没有与罗马人打仗 对于耶稣来说呢 他是在骂那些离开神的道的人 耶稣没有骂那些 那些 那些 怎么讲 那些好像内奸 耶稣没有去骂那些人 耶稣骂的是宗教领袖 耶稣骂那些宗教领袖说 我会降到他们头上 他们就像是毒蛇的子女 他们是盲人带领盲人 然后耶稣他去洗净圣堂 对吗 而且耶稣他邀请信他的人 进入他 他就是真正的圣堂 耶稣要带领我们去 进入他里头 因为他也是真正圣堂 当时呢 耶稣子 他所寻找的是天国的人民 他找的是有信心的人 他不是在找那些人可以做兵的人 耶稣他训练他的门徒 如何成为日后天国里面 能够运用福音来领导人的领袖 那真正避判神国的呢 就是那些宗教领袖 因为呢 他们没有行神的道法呢 做撒旦要做的事 那我们知道 那我们知道十字架是圣地 犹太人 但是耶稣说 你应该要去把这些罗兰人赶走 为什么你进圣堂把我们的犹太人赶出去 耶稣通过十字架得到了真正的胜利 这符合了神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里面 所给我们的预言 所给我们的应许 通过十字架 我们能够脱离罪和死亡 当时的犹太人 以人的思想 来看耶稣的工作 耶稣不是 耶稣不是 可是耶稣来做的 就是这项工作 只是当时的人民不明白 路加第十十章 四十五到四十七说 众人 对不起 众百姓听的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要防备文士 他们好穿长衣游行 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 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 宴席上的手行 他们 倾吞寡妇的家产 假意 做很长的祷告 这些人是 要受更重的刑罚 1-7 所以你看 以赛亚 第九章第六节 耶稣会来 与黑暗 与黑暗和撒旦 争战 那他就是 以赛亚书记九章第六节里面 说的 应有义 因还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正群必当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 奇妙 这是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你看 他们在等的是一个实在的王 一个好像一个将军来代理他们大战 可是呢 耶稣却是以一个和平的君来 耶稣做了什么工作呢 他医治了 有病的人 给予人民生命和希望 路加十九章 今天的主要经文里面 说 耶稣 快到耶路撒冷 看到城 就为他哀哭 第四十二节 路加十九章四十二节 说 巴不得你在这日子 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 无奈这事 现在是隐藏的 叫你的眼看不出来 为什么耶稣会这么说 因为耶稣是和平之君 来给他们平安 可是当时他们却不明白 他们却没有接受 耶稣要给我们的真正的独立 真正的自由 耶稣要给我们的国是真正的天国 耶稣让我们成为天国的人民 然后耶稣继续说 因为日子将到 你的仇敌必 助起土壘 周围环绕你 世面困住你 并要扫灭你 和你里头的儿女 你的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 因为你不知道 眷顾你的时候 你看 耶稣去健库他们 耶稣要给他们平安 他们不能明白 他们没有接受 主后66年 他们聚在一起 然后来打过马 所以他们其实以为耶稣会这么做 可是耶稣没这么做 可是他们没有成功 罗马的将军提多出现 然后把他们完全毁灭 而且他们建圣堂的时候 他们当时这个罗马将军听到谣言说 以色列人的圣殿里面有金 在他们的石头中间 他们有隐藏那个金 所以这个将军就把整个圣堂都 整个圣堂都毁了 来寻里面的金 就如耶稣的预言 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 因为你们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在路加福音23章27-28节 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 内中有好些妇女 妇女们为他泡逃吐哭 耶稣转身对他们说 耶路撒冷的女儿 不要为我哭 但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 那为什么耶稣这么说呢 因为他们对弥赛亚 对耶稣的期望是错的 那今天我们对于神 对于主第二十将领 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我们真的在等他来 还是如果他现在来 我们会觉得很不舒服 很不高兴他来 我们在等基督的到来吗 那因为你正在享受这个 充满罪的世界 你们有在等他吗 我们等他是因为 要他停止我们处于的 对不起 停止我们处于的这个痛苦吗 如果现在我们生活 有遇到任何的苦难 我们必须考虑 为什么我们在经历这个苦难 第二 我们要 我们要知道 我们真的有在等 基督第二次的降临吗 我们有在等和平之心 给我们带来的平安吗 还有主对我们来说 又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那记得吗 开始的时候我说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一天 有人帮助耶稣对吗 就好像是供应那头驴的人 还有呢 耶稣最后的晚餐 供应那个地方 食物的人 他们在等 他们只是等一句话 主有用到 他们就马上给 所以我们在等 基督到来 我们有正确的 这个态度在等他吗 还是我们有准备好 这个香膏吗 这个香膏就代表了 那个玛利亚的一生的 这个基督 我们有这么做吗 等他来 可以供应一切 还是现在你只是在等 我快一点讲完道 真的是很难受 所以我为大家祈祷 这一个星期 这个宗安座 我们到底对神有怎么样的期望 对第二次降门的基督又有怎么样的期望呢 让我们一起祷告 神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来 看自己的期望是否是正确的 身为基督教徒 我们在等 世界的末了 我们说 那个时候 神会带 取走我们一切的苦难 我们可以在天国享福 那天父让我们有更加成熟 以及正确的目标 目观 我们是否真的在等 和平之群 所带来的平安 我们要与你有正确的这个关系 和明白 天父 我们希望自己的期望 自己的明白是正确的 请你批准我们可以明白你的 道 以及你的工作和你的旨意 不是别人对我们说的 而是通过你的话语 你的道 你对我们说的 通过你的圣经 你的道 从你的圣灵 请你给我们正确的明白 让我们知道 今天你在世界上 在我们的生命中 所做的一切工作 让我们可以准备 在默示你所需的 让我们可以为你 供应你所需的一切 虽然我们什么都没 可是我们希望你可以用我们 来做你最后的工作 天父 我们就要开始 这个受难宗 虽然我们很懦弱 虽然我们什么都不能 帮我们 可以真的 当然 希望我们的健康 希望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家庭 这一切都能够得到复兴 请你再次给我们你的生命 感谢你的恩惠 我们以耶稣圣明祷告 阿们